感冒咳嗽可以吃榴莲吗? 流水 呼吸科 副主任医师 感冒咳嗽其实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 如果说一般的感冒咳嗽的话 我们还是说要一些清淡的饮食 而榴莲大家都知道是一种热大水果 吃了以后可能会糖分因为特别高 那可能会造成体内的不适应上火 所以我们不建议吃榴莲 还是要多喝白开水 要多吃清淡的饮食 包括有营养的这样一些饮食 能帮助你消化 榴莲最好还是放弃吧 那么我们的原则只有一个 就是要饮食清淡好消化 专家提示 一感冒咳嗽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 二一般感冒咳嗽要清淡饮食 不建议吃榴莲 多喝白开水 多喝白开水 三十五碗 三十五碗 冷蔽快溜 三十八 十八